明天臺灣的天氣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各地早晚的氣溫偏涼 東部和北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局部短暫震雨 但是不會影響到大家賞月 接下來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北部地區的基隆台北桃園和新竹 基本上都是晴時多雲的天氣 十九度到二十七度 中部地區的苗栗台中 昭華南投和雲林也都看得到陽光 氣溫最低十九度 最高三十一度 南部的嘉義台南高雄和屏東 同樣是豔陽高照 氣溫最低二十度 最高有三十二度 至於在東部地區宜蘭是看得到陽光的 但是花蓮和台東是多雲 猶豫二十度到三十一度 外島地區的天氣也不錯 澎湖 金門和馬祖都是晴時多雲 氣溫最低在馬祖是二十一度 好 至於未來三天我們看到 包括了北中南各地連續三天 都是晴時多雲 東部的天氣就不太一樣了 接下來連續三天都有下雨的機會 而外島都看得到陽光 再來關心一下這個漁業氣象 我們看到北部和東北部 基本上都是晴時多雲 但是東南部下雨的機率高一些 而巴士海峽也是因由於海峽北部 還南部出太陽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